你猜猜在古代 七夕還是元宵才是情人節? 其實情人節的觀念主要是來自西方的 如果要在中國的節日中選一個比較接近的 我會說是元宵節 咦?那七夕呢? 古代的七夕與其說是情人節 不如說是姊妹節 因為那天主要是給未婚的女性可以出門口 就不是約男生 而是跟好姊妹一起聚餐 聊聊天、切磋手藝 相反元宵節 就真是一個女性可以出去狂歡 而年輕人又可以去結識下異性的節日 北京古代 女性基本上是很少機會可以離開家